為了對抗中國對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美國今年6月成立名為藍色太平洋夥伴的非正式集團 拉攏盟國共同加強和太平洋島國的合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聯合國大會期間 與集團成員國的外交部長們會面 強調與太平洋島國的夥伴關係 除了既有的成員以外 美國官員透露受到印太地區決策影響的加拿大 也打算正式加入藍色太平洋夥伴 預計加國外交部長趙美蘭 將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向外交官員宣布這個消息 事實上加拿大與中國關係緊繃已經持續多年 分析認為加拿大加入藍色太平洋夥伴 是擬定印太新戰略重要的一步 而中國除了在太平洋地區的野心擴大 引發國際擔憂 對於新疆人權的漠視 也使得部分國家有意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提出反中動議 不過中方似乎早已有所預備 如果有國際社會一些勢力 甚至是反華勢力 搞所謂的社交的動議 或者說搞所謂的決議的話 我們也不怕 我們會針對下一步可能的一些安排 或者結果進行針鋒相對的堅決的鬥爭 聯合國在8月發表的人權報告 指控中國在新疆地區居留維吾爾人的行為 涉嫌違反危害人類罪 許多外交官與倡議人士趁著聯合國大會期間 積極呼籲對北京採取強而有力的行動 強調不應該允許中國政府擺脫責任 讓這種錯誤的行為正常化 歡迎新聞黃宜君綜合報導 歡迎新聞黃宜君綜合報導